有各國的人在一起鄙視選領導人的效率 美國人說 在我們國家上午投票 晚上就知道誰是總統 中國人聽到很不屑 說傻不傻 我們中國人不用投票 去年就知道誰當主席 北朝鮮的人說 那個算什麼 你們不算什麼 說我們從小時候就知道 今天誰要當委員長 日本人聽到一臉困惑 就說 我們成天都在選舉 但是就不知道下任首相是誰 因為日本的首相是走馬燈似的患 一有錯就道歉請辭 安倍是個例外 一當八年 連選連任 最後他是自己請辭 以健康免應 接下來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說 我們這裡一個人當總統當內老換成當總理 當總理當內老換成當總統 他說 你們知道我說的是誰 當然他說的是普京 半獨裁者 接下來一個古巴人一臉的困惑 弱弱的問了一句 說哥們 天啊 領導人還能換啊 結果一個伊拉克人大聲回答他 說能換 當然能換 你要不換 美國人幫你換 這裏指的是2003年小布什攻打伊拉克 申請合作薩達姆 幫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了民主和憲政 在拜託市場上進行打算 原生也沒有人猜的意見 而且請在跟 甘心都有 感谢观看